海贼王,五大战力登顶,陆飞一拳凯多,大决战开幕。 众所期待的海贼王漫画第一千画情报来了,这一画的标题就是草帽鲁飞,至于有什么深刻的含义,那就是忍者见智了。 其实,这一画最大的看点就是,陆飞终于登顶了,随之登顶的还有另外四位强大战力,五大战力登顶。 陆飞每个篇章的大决战,都要经历一段相对漫长的奔跑,这一次也没有例外。 为了确保陆飞顺利登顶,沿途不断有人提供帮助。最终,陆飞终于顺利来到了屋顶。 但是,另外四位强大的战力也一并到来了。 索隆是在马尔科的护送下,直接从洞口飞到屋顶的。 基德和基拉则是一路不断手机金属,和陆飞一样跑到了屋顶。 至于罗,应该是最轻松的,利用自己的手术果实能力,直接顺移到屋顶。 陆飞,索隆,罗,基德和基拉VS凯多和BigMOM。 陆飞一拳凯多,大战开幕。 赤翘九霞被打倒了,但应该没有死,因为罗有能力将他们转移走了。 上一次,陆飞在凯多面前说自己要成为海贼王,结果被凯多的雷鸣八卦秒杀。 随后,凯多看住被打印的陆飞说你要成为什么王来主。 如今再次看到陆飞,凯多再度问出那句话你要成为什么。 面低凯多的提问,陆飞直接一个三档将凯多打进了地里,并且回答我是蒙奇逼陆飞,是要超越你们。 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 凯多虽然被打进了里,但应该没大碍。 郁田日记。 大和从郁田日记中得知,二十年后的未来,年轻的强者们会寄进新世界。 大和还回忆,艾斯说过陆飞的梦想,艾斯和萨伯当时笑了陆飞的梦想,但大和却说自己不会,因为那是海贼王说过的话。 大和所指的海贼王应该是罗杰,而他之所以知道罗杰说过和陆飞同样的话,应该是从《玉田日记》中得知的。 相播的群岛雷丽的回忆中,《红发》就和雷丽提起过,陆飞和罗杰船长说过一句同样的话。 可惜,至今也没明示,到底是哪句话。 五大战力BS两位四皇,大决战即将开幕。 说实话,五位极乐世代打两位四皇,几乎不可能胜利。但是,谁让陆飞是主角呢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